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里面 我们经历了不同产品 多个产品的飞涨 从比特币到黄金石油 包括很多的股票 有的朋友们赚了几倍 有的朋友们多的赚了十几倍 甚至于几十倍 因此我在最近见到了很多朋友 开始自封是股神二代 那么在这个遍地都是股神的年代里面 我们普通人又能如何能够独善其身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新股神时代 都知道自从疫情之后 由于各国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帮助之下 从股市到房地产市场 到数字货币到大宗商品 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出现了一波巨大的飞涨 那么在这一波飞涨中 相信很多的投资者 尤其是散户都经历了大幅的 我们说是盈利的变化 你不管是投资的是股票 到房地产到数字货币 尤其是数字货币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说到这个话题 就是由于在过去的一两周时间里面 准确的说是在比特币出现爆仓之前 我收到了很多朋友和我们一部分是客户朋友们的电话 他们都收到一个话题 就是麦克尼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金融市场的工作也好 或者说是经历也好 你怎么没有去投资这个数字货币呢 你看我在昨天或者说是前几天买了什么狗狗币 毛毛币 三天就盈利了70% 我还有哪个哪个朋友呢 在过去一个月投资了什么什么币 到现在已经赚了5倍甚至于10倍了 这样的速度下来 和你们推荐的一些稳健的 比如说银行股 矿业股相比 一年的回报率只有20% 30% 那实在是太慢了 每次我听到这样的话题的话呢 我都会笑一笑 因为其实我本人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么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之后 09年呢 我自己也买过很多产品 当时是买什么涨什么 并不是因为我的这个技能好或者胆识好 而是因为当时市场好 但是呢 我当时并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自己就是特别厉害 所以呢 连把自己的网名都改成了股神二代 那么后来呢 事实证明 当09年过去之后 从11年12年开始 市场逐步恢复到正常情况之后 超出想象的盈利 就不再存在了 所以说我很多时候呢 在过去两周 我遇到刚才说到的话题 朋友们问我 你怎么不投资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我总是会 这个先安慰一下对方 或者说呢 提示一下对方 数字货币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张总啊 王总啊 咱们优着点来 如果你三天能够赚70% 一个月能赚五倍十倍 那你想啊 凭什么你能赚这么多呢 是你特别聪明呢 技术特别好呢 还是你胆识特别高 眼光特别准呢 这个市场里有这么多专业的人 那人家巴菲特三十多年 世界第一的回报率也只有年化30% 你现在说你三天70% 一个月要翻五倍十倍 这么高的收益 在正常人想来 在正常人听来 你说这个和赌博又有什么区别 那一旦你把投资的回报率 跟赌博相比的话 那我觉得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那么很多时候呢 其实我也知道 我后面没有说后面的半句 就是如果你准备好三天赚70% 你就要准备好三天亏70% 事实证明在过去的两周 比特币也好 其他数字货币也好 从顶峰下跌超过了60% 那那些猫猫狗狗币 跌幅更是达到了80% 90%之多 绝大部分在数字货币里 之前遥遥得意的那些散户朋友们呢 现在很多都经历了痛苦的爆仓 但是呢 相反那些比较稳妥 比较保守的投资者 重仓在那些大盘蓝筹既有股的 现在非但没有太多的下跌 反而还因为地产的上涨 而带动的稳定的上涨 所以很多时候啊 我们当很多时候 当市场特别好的时候 你超高的回报 并非是你个人的能力 用咱们互联网金融的话说 就是如果你站在风口上 只要这个风足够大 其实猪都能飞起来 那么当这个风过去之后 谁还能飞 谁会掉下来 这个时候呢 才能见出真本事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金融市场里面呢 这个风险非常大 不闻不确定因素也很多 咱们散户 还是要谨慎 胆小 宁可胆小 而不要呢 过于激进 这样呢 才能够让我们 既没有钱 又没有人 又没有关系的散户 能够长期 生存在 这个金融市场 好了 今天就是我的一点 小心情的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下面的收藏按键 并且呢 激活小铃铛 之后呢 每次我们节目更新 你都会收到我们的提示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